現在時間到趕快來打針 點點寶幫媽咪打針喔 每天都要給她心理健身 她現在越來越大 所以有時候我打針的時候 她會在那邊躺在哪裡去 我都很怕她戳到針 你幹什麼會啊 每天打還是覺得很痛 那針刺進去當然痛 我看我的痛 好了完成喔 準備回家了 今天呢要去醫院做 聽說是孕婦的大魔王測試 葡萄糖耐糖測驗 雪狼測驗要空腹八小時 妳就每次早餐就這樣子喔 可能講孕婦這方面真的很敏感 妳一些身體檢查 空腹八小時不會這樣子 不是我現在是要兩個人吃飯耶 餓的話也是雙倍雙餓啊 可是我有點擔心 可能心裡面有點壓力吧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這個檢查 因為這個檢查呢是孕婦在 24週到28週要做的檢查 那高齡做的嗎 還是一般都要做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懂 但我也有朋友沒有做 那主要就是要測妳 有沒有妊成糖尿病 那如果有妊成糖尿病的話 當然就是對寶寶也都很不好啊 對啊 那我覺得為了寶寶好 我還是做一下 但為什麼說她是大魔王呢 因為她要75克的糖 對200cc的水 超甜的 她空腹要先測一次血糖 然後你灌下那個200cc的水 對75克的糖之後呢 一個小時後要抽第二次血 再兩個小時後要抽第三次血 光今天早上我就要抽三次血 這必經過程啊 我們就這樣也都撐到這個階段呢 很多事就要往好的方向想 我為了點點寶寶我不可以愛生叹氣 對嗎 現在27週她好像聽得到我沒說話的 希望祝我檢查一切順利唷 好 好 來 一聲呼吸 好 就這樣子 好 好放鬆了 手放鬆 空腹血糖抽完了 對 永遠沒辦法習慣抽血都空 看起來感覺很 就是空腹血 對 15分鐘內要把它喝完 第二次抽血抽完了 其實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恐怖 因為你知道我在做這個血糖測試之前 我真的各種擔心 然後其實糖水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難喝 這個檢查可能有一點被妖魔化了 我覺得呢 如果你買到一杯不好喝的飲料 喝完更痛苦 而且我真的算是很不愛喝甜的人了 我都覺得還可以 只是呢因為現在已經過了一小時 所以我整個身體就是有點暈暈的這樣子 然後還是有時候有點反胃 因為整個 太甜了 對 只有糖水 但是又不能吃東西 對還要再忍一個小時 說真的 因為現在疫情這段時間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每次其實我來醫院就是 產檢的時候 或是做檢查都還蠻擔心的 因為孕婦真的是高危險區 但是每次看到那麼多醫護人員 他們真的很忙耶 當然我覺得懷孕這一次也是辛苦 但我覺得看到醫護人員 我覺得他們更辛苦 感覺到更辛苦 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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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